诗篇第二篇 上帝高丽的君王 列国为何咆哮 万民为何枉费心机 世上的君王一同行动 官长聚集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和他所高丽的王 他们说 让我们争断他们的锁链 突去他们的捆锁 坐在天上宝座上的主 必笑他们 他必嘲笑他们 那时他必怒斥他们 使他们充满恐惧 他说 在我的西安圣山上 我已立了我的君王 那位君王说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旨意 他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成为你父亲 你向我祈求 我必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 让天下都归你所有 你要用铁杖统治他们 把他们像淘气一般打碎 君王啊 要深思明辨 世上的统治者啊 要接受劝诫 要以敬畏的心 侍奉耶和华 要喜乐 也要战战兢兢 要降服在他儿子面前 免得他发怒 你们便在罪恶中灭吧 因为他的怒气将临 投靠他的人又服了 请不吝点赞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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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 请不吝点赞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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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